感谢有您,医护加油! 以病人为尊,以员工为重,以医院为荣。 始终以病人为中心的初心许诺, 致力于创新研发医疗新技术,提供高效的医疗品质。 为台湾的医疗贡献一己之力的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深信, 塑造以人文关怀为基础的共好、共荣、共享的优质环境, 才是让员工们真实感受友善职场的关键。 为达成病人、员工、医院,携手共筑健康共荣的医疗新价值。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2023年9月22日傍晚, 在台中中正公园举办真善美星空音乐会, 邀请员工们下班后一天眉目一地眉席, 在悠扬的乐曲中体验音乐的真善美。 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季夜晚,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指出, 真善美星空音乐会已共好、共荣、共享为活动主轴, 搭配运用回收再利用的材料作为场地布置的一环, 让绿色简碳, 循环再生也成为音乐会重要的元素之一。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表示, 刚刚真善美星空音乐会演出的团体, 都是由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喜好音乐的仪式, 医事人员及各职类员工自访组成的管弦乐团及合唱团, 而这也是全国医疗院所中, 唯一由医疗院所员工们所组成的管弦乐团。 我们今年大家表现很好, 我们最近也拿到Nithwick的Best Smart Hospital, 现在他只有第四名, 那我们是其中一, 而且是我们是私立医院的第一名, 那这个是不太容易, 那就是因为全体员工, 大家都很努力把这个医院建成Smart Hospital, 那所以我们为了回馈给员工, 所以我们就去办这个真正的音乐会, 那就是这里面就是因为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医师精英啊, 物理啊, 还有行政人员, 那组成的合唱团, 也就是组成的管弦乐团, 那他们练习很久, 让他们表现, 然后大家自愿的, 对, 大家都增进我们的相信力, 大家一起去, 请回馈给员工, 大家请大家训练一下。 中国医药大学及医疗体系蔡长海董事长表示, 以病人为尊, 以员工为重, 以医院为荣是机构的核心价值, 中国医药大学及医疗体系, 因为有优秀的同仁, 不分日夜情欲, 坚守岗位, 以无比的信心与毅力, 共同携手安度各种艰难的挑战, 感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所有的同仁, 长期以来的付出, 以优质的医疗照护服务, 改变更多生命的轨迹, 更是陪伴着机构成长, 茁壮的最重要推手, 夜晚繁星漫漫, 伴随徐徐威风, 真善美星空音乐会, 由气势磅伯的德福扎克第九号新世界交响曲, 拉开虚空, 以真善美电影中耳熟能详的歌曲为题, 由中国医药大学红明级校长带领医师群, 共同演唱及精彩舞蹈表演, 并由声乐家杨宁璇带领小朋友们表演活泼又可爱的歌曲, 为音乐会增添丰富色彩, 中国医药大学副设医院院长周德杨硕, 领持蔡长海董事长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理念,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打造人们关怀的医院文化, 创造友善的职场环境, 让同仁置身于最优质, 最先进的高度智能化的数位智慧医院, 同时提供令人更创新与优化的医疗照顾环境, 在未来不仅要持续发挥一介领航的角色, 更要为共好的社会赋能实现永续的承诺, 音乐会现场涌入上千名中国医药大学 及医疗体系的员工们, 一同在这城市的星空下聆听乐音走铭, 透过音乐将艺术融入员工们的心中,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更希望极由这场音乐饗宴, 凝聚彼此, 让中国医药大学及医疗体系能够领航台湾, 迈向国际, 不断努力前行, 共援荣耀巅峰的梦想。 记者走指中报道。